法国鹅肝是怎么养成的 在我这里包吃包住零食馆购 天上真的掉馅饼了 三个月了 喂食铁馆 喂你吃点好的 来 多吃点 慢点 真的吃不下了 吃就不行了 继续给我吃 快吃吧 包你吃喝拉萨醋 你还不满足 把你们都关在铁栅栏里 等你们的颈部肌肉越来越发达 就能吃更多饲料 长成大胖鹅了 我这跟社畜有啥区别 我本来就是畜生啊 但你的鹅肝会是普通鹅肝的十倍大呀 但我的嘴巴十道位不都亏烂了 人类和动物的悲欢也并不相通啊 兄弟 你不是天天嚷着要种山药不生气吗 快拿头来给我盖上吧 你早知道我的秘密 不过我得先给你盖层彩条布 真是多余 没事我要那玩意儿干啥呀 不是啊 以前中午你都拼命地往地里钻 我还得拼命把你挖起来 别急有多累了 有了这层布 你就可以横着掌 横着掌也行 毛毛唧唧的 该头发 这么着急投胎呢 我还得给你铺玉米结杆 再盖上一层土 然后再铺一层草木灰 你才可以躺进去 这下我终于可以躺平了 这下我就等着收山药咯 哎呀呀 菜布条上猪山药 收起来太方便了 来年还这样中 你们赶紧起开 抢了我们的C位了 大哥 外面都传 它比咱们普通鸡蛋更有营养 所以它才那么嚣张 凭啥你就比我们更有营养 哼 凭我妈是土鸡 土鸡咋了 难道会飞不成 我妈逍遥自在 满山跑 吃五股蔬菜 有时候 你自己叫菜 这代表是真不错 那像你妈助养职场 天天吃一样的饲料 个普蛋 基因当然比不上我 你说我是不是更有营养 哎呀 我批妈批不过你 大哥 专家都辟谣了 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 没有差别 但是它却贵得出奇 谁买谁谁跟大头 我有更多的脂溶性成分 吃起来更美味 当然更贵 你确实更香 但是你妈生活环境过于开放 难免会吃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存在食品安全问题 我怎么就不存在食品安全问题 那当然了 咱们妈妈都是生活在干净的养殖场里 吃的食物都是经过严格质减的 而且咱们出生就要经历严格的清洁杀鱼 食品安全更有保障 原来如此 那咱们普通鸡蛋 更应该占据C位啊 你们赶紧起开 大哥 咱妈韭菜割了这么多 是不是太过分了 这你就不懂了 韭菜们还得谢咱呢 谢谢哦 有数了 那我就再狠点 我谢你吞车 老弟 你是不是傻 你这挨着地面割 把韭菜根都给断了 下次咱吃啥 哎 明年这波韭菜再想长起来 难咯 割韭菜还这么讲究呢 那我咋割才对啊 割韭菜要注意流查高度 一般留三到四厘米 以后还能长 这种躺平的也不能放过 扶起来割掉 大哥 我咋觉得你在骂人呀 哎呦 韭菜都是有自己的信仰的 只要给它留点念想 它就会努力长起来的 疼啊 你干嘛 兄弟 韭菜刚割完 伤口还没愈合呢 不能马上浇水 啥 这也有讲究 当然了 要等它晾晒一下 割了人家 得给人家时间养养伤才对啊 养好了之后 咱再浇水施肥 让它慢慢吸收营养 咱下次才好再割 厉害啊大哥 这样割旧菜 根本吃不完 你们这脱脱资本家的嘴脸啊 九生的命 好恐啊 好烫啊 凉一凉再放进冰箱里吧 还愣着干嘛 赶紧把菜放进我的肚子里啊 你妈没教过你菜要等凉了 再放进冰箱吗 一冷一热 容易滋生细菌 老兄 你有没有常识啊 你才没有常识 咱室温经常按时多度 可是细菌的舒适区啊 等你放凉了 细菌都繁殖好几代了 这温度太舒服了 接着坐月 接着舞 一般温度在六十度以上 细菌就存活不了了 太热了 不行啊 四度以下 就不好传宗接代了 太冷了 不行啊 小脑都萎缩了 那太热的时候放进去 其他菜也会坏啊 不会的 菜放进去时 你里面温度变化 相当于多开了几次冰箱门而已了 这么热 就不会对你造成损坏吗 换一个冰箱还挺贵的 我没那么叫贵 我冷藏室里有温度传感器 温度一上升 传感器就开启降温模式 温度上升了 来看一下呗 这点温度变化 不会对我造成损伤的 诶 早说嘛 害我这些年白担心了 原来热菜是可以马上放进冰箱的 我要赶紧告诉我老妈 大哥 你要对我做什么 拔了你的皮做辣拔酸的 紫皮大蒜最脆了 真给我拔光了 你也太狠了吧 这就受不了了 你还得挨两刀呢 手 剃掉头尾 让你绿得更快更有味 我就是你打算 还要绿我 你小心造雷配哦 哪有来那么多废话 现在把你晒干 免得你小子烂掉啊 我真是遭罪啊 熬什么黑暗料理呢 告诉你 我是不可能吃的 这是米醋和白糖熬制的糖醋汁 也能加速你变绿 你咋不用山西陈醋呢 你是不喜欢还是卖不起啊 陈醋会让你变黑 用米醋更好 你给我喝吧 废话那么多 救命啊 救命啊 我不想变绿啊 哎呀 这喇叭算真绿啊 拿来给家人们下饺子 肯定巨香 说你呢 赶紧离开我的地盘 你说斑就斑啊 给个理由先 嗨 小baby 自己看不到吗 你身上寄生了离秀病菌 我看他没处过冬 好心收养一下怎么了 你知不知道他会让我感染离秀病的 严重的会要我的离命 你生病关我什么事 再说了 只是生个小病 哪那么容易挂掉 可他没地方过冬 是真会死掉的 做树不能这么残忍 老哥 谢了 总算熬过冬天了 该回老家离树身上了 好嘞 下次越冬尽管找我 你这是诸咒为虐 摊上你这么个邻居 造了孽了 骂谁呢 骂谁呢 原来离树百树还真是冤家 种在一起 离树真的容易得离秀病啊 这下回大了 好疼 这刺也太锋利了 我可是沙漠中的刺头 谁敢来惹我 真香啊 你居然敢吃我 我有刺哎 你不怕痛吗 骆驼可不像我们人类一样 惧怕你的尖刺 它可是你的天敌 天敌 不可能 作为沙漠之舟 为了在恶劣的环境中 补充水分和能量 骆驼进化出了一口铁嘴铜牙 它的嘴唇有厚实坚韧的皮质 还有毛发保护 口腔里更是长满了 像人的指甲盖一样硬的 角质化乳秃肉刺 可以绿断 并折断仙人掌的尖刺 就连舌头角质化程度 也非常高 配合发达的拖叶线润滑 你的刺根本破不了它的防御 可恶啊 你的嘴不怕痛 你的胃能受得了吗 骆驼是反除动物 有三个胃 你浸到它肚子里 会先在流胃发酵 直到刺都软化之后 再通过反除 进入第二个胃进行消化 嘿嘿嘿嘿 你的刺都不见了 究竟要进化到什么样 才能不被吹掉啊 嘿兄弟 你好白啊 用了啥粉底液啊 我才不打粉底呢 我这冷白皮 可是用二氧化硫 熏蒸出来的 啊 你这么白 二氧化硫不会超标吧 过量的二氧化硫 会腐蚀人体呼吸黏膜 引发癌变的 哎呀 管那些干啥 我主人还用滑石粉打磨我 剧出我身上的毛刺 让我看起来更加光滑 我是全世界最美的筷子 花石粉 它虽然被允许用于医药 食品行业的添加剂 但使用过量或长期使用 也有致癌性啊 啥都致癌 那你说 人们不用我 难道用手抓饭吃吗 喂 我还没死呢 可以用我 用你 谁知道你在消毒柜里 杀菌杀得干不干净啊 呸 总比你这带毒的玩意儿好上十倍吧 算了吧 咱俩半斤八两的 还是家里的筷子干净些 要死了要死了 人家不是故意的 这是怎么了 黑蛋刺了我 我可能马上要毒发身亡了 就这 让我来 你在干嘛 我是在帮你 别看我们海胆那么多刺 实际上我们的刺 是由碳酸钙给成的 其基本成分与鸡蛋壳相似 手哥 刚刚我真不是故意的 使我的刺实在太脆了 那他呢 干嘛打我 我们的刺 是能够被人体吸收的 如果能把刺入皮肤内的刺揉碎的话 人体吸收速度会更快 你也能够快点好了 王子 请拍赐 别走呀